Hi 大家好!我是Emily Ving 來到我的頻道 今天這條影片正如標題所說 會和大家分享我的手機裡面 有哪幾個APP我覺得很實用 和日常之中幫助到我很多 今天這條影片會分開三個類別 首先是拍照工作類別 日常生活類別 健康related 如果你有興趣知道我用什麼APP 就繼續看下去吧! 如果讓我選擇一個APP存在手機的話 我真的不用想一定會選擇撿相APP 尤其是近一年疫情我真的少帶了相機出門 本身拍照異容沒什麼 多了用手機拍照 用手機拍照就遇到很多質素問題 就很依靠這些後期的撿相APP去打開照 我真的這麼久以來 用得最多最多APP 之前都有分享過 就是Snap Seed Snap Seed 有一個功能 就叫做修復Healing 是非常之好用 簡單來說 可以把背景某一樣 你覺得很暗眼的雜物 完全好像油顏色一樣 撿走它 清走它 超級簡單 超級實用 舉個例子 如果你去餐廳 拍了很多很漂亮的打卡照 但發現桌子有個雲吞 你也可以一下子撿走它 前兩天我就拍一些客戶的照 拍完之後我發現 家裡大廳貼了一張鬆弛紅的畫 錯了整個感覺 我想撿走它 也是很簡單 開了這個APP 然後用一個治療功能 拆兩下拆兩下 然後已經很神奇地 成幅畫已經不見了 如果你去旅行 你去到一個打卡的熱點 但有很多人的話 你同樣都可以用這個功能 這樣撿走它們 Snap Seat 我通常會用來修復照片 如果我想感上天花的話 我就會用另一個APP 叫Facetune Facetune好就好在 可以令照片的顏色度 漂亮了很多 而不是盲目地推高飽和度 令照片真的 白了很多 你會覺得那天陽光很好 另外一個功能 我每次都會用 就是加些假的光線和陽光 假設你那天 野餐但陽光不好的話 你就可以推高了顏色之後 加些假的背光上去 令照片很有感覺 很有戀愛的感覺 是不是覺得很黑暗呢 很多東西都是假的 但我覺得Facetune 最實用的功能 就是叫做黑白功能 因為平常工作的 客戶都會要求背景全白 很乾淨的感覺 但大家留意一下 其實乳膠漆的長 都會有些少淡黃色的感覺 不是純白色的 但拍照出來 就好像很黃 很不美的 就像剛才一樣 油顏色一樣 選擇某些你想變白變灰的位置 然後再推一下下面的巴 其實就已經可以把背景變成白色 是不是很神奇 非常實用呢 你不一定推白色的 你推一些有顏色的地方 就會變成黑白灰的樣子 你看到平時的IG 沒有有人把白面排得很漂亮 全部都是黑白灰的 很多時候都會用這些後製功能 我去年年尾就搬家 那時候真的非常勤奮 看了很多個樓盤 是說的是幾十個 都會收到一些人問 究竟那時候你選擇樓盤 或者是選擇中介 你是怎樣選擇的 其實我選擇樓 就不是選擇中介線的 因為都未遇到一個很信用的中介 反而是先看樓盤 依賴了很多不同的找樓盤 去篩選了一批 我自己有興趣 其中一個幫助我很多的App 就是House730 其實你可以找到很多業主的樓盤 如果你預算有限 你不想付中介費的話 其實你可以篩選業主樓盤 就可以找到很多不同的選擇 那時候用得最多的功能 就是這個VR看樓 是真的幫助到很多 你會心想 拍照也可以 影片也可以 為什麼一定要VR這麼高科技 其實真的不同的 如果你找過樓盤 你一定會明白 很多時候你看到樓盤 為什麼好像這麼闊 很多實用的空間 真實看 你會發覺它比想像中細更多 網上的照片 都是用了廣角影 廣角的話 總是會令到空間看起來很大 又或者有時候有些死角 它是拍不到的 如果用VR看樓 首先它會令到整體 3D化 你會想像到 究竟自己站在廳中間 看左看右 究竟會看到什麼 是不是你喜歡的間隔 它會令到空間感強了很多 你會明白到 大概這個廳 就是五步的距離 我對樓盤的預期 是不會有這麼大的落差 它上面也會有很多不同的尺寸 譬如說這座牆是多高 這個廳大概是多闊 都可以幫我篩選到一些 我自己覺得適合的樓盤 因為有時候可能 我自己自戴一些傢俬 我都要確定 那個電視櫃 能否塞進去這個廳 有了這些測量的話 我就不用到時一邊看樓一邊量量 所以其實真的可以幫你篩選到一批 你覺得是有可能性 而是它真的適合你值得去看的樓盤 我覺得是省很多時間的 我之前就去租樓多 如果將來真的有機會買樓的話 有一個功能我覺得是非常實用的 就是可以用AI裝修 你按這個AI裝修 它就可以上下對比 告訴你 before and after究竟是什麼樣子 都有幾個選項去選擇 例如是 筆勾裝修 中式裝修 日系 藥風裝修 我覺得這個也挺重要 因為我自己眼睛是有間隔 或者是裝修 我是不是很喜歡的 例如我喜歡的地板 其實是一些淺的木 如果你有看我的影片 你會發覺 其實我家的門是啡色 地板也是深啡色 將來如果買樓的話 我就真的會裝修那個地方 這些就會幫助我去拍照 究竟那間屋買完之後 裝修之後 是不是真的可以做到我想像中的模樣呢 以前我是一直都不會記錄下 我生理周期的狀況 我就會覺得 那我也不是要生嬰兒 我也不在乎排卵期 去到今年才慢慢明白到 其實紀錄這個生理周期 就不是真的為排卵期 說起來也很搞笑 是阿Dan他搞笑我這個 因為他說 做健身的客人 真的很多人都會有 然後他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我不在乎自己的身體 那今年就真的建立了這樣的習慣 發現真的有很多好處 今年經常用來做追蹤的app 就叫做Clue 那只要你按中間的按鈕 你就會發現有很多不同的選項 給你去記錄那天的情況 比如說你有沒有流血 你有沒有情緒不開心 睡得足不足 覺得Energy的狀況是怎樣 很簡單的 你可能會心想 每天都要做這麼多事情 就很煩 但是真的習慣就好 我頭三天都會覺得很煩 很多選項 但是開始你就會覺得 你大概知道自己要填些什麼 其實一天其實對好耐手機 你用多30秒去記錄自己身體的狀況 一點都不過分 那我通常就會周期的中間開始記錄 因為通常周期的中間 我就開始身體上會感覺到有些變化 大約是一兩個月 你就會看到身體上一些的 pattern 是你以前沒有留意到的 我都覺得挺搞笑 以前的我一直都以為很了解自己的身體 其實有很多細節自己是未必會記得的 這裡按Analysis 你就會看到自己身體上有些什麼感受 和有些什麼 pattern 我就會看到自己過往過兩三個月 月中開始就會感覺到這個胸口有腫脹 而是最後差不多兩個星期 月中開始我就已經有一些情緒起伏了 一時開心 一時就很敏感 很敏感 快到這兩三天 身體能量就會開始下降 我覺得挺搞笑 我覺得這個app一定要分享予日資料 給男朋友 那然後男朋友可以看著這個app的資料 做人 知道女朋友五個期應該感受 應該醒醒 不要惹惱她 她會根據你之前打了的資料 可以整合資料 例如她告訴我 我的周期是28日 至於真的很準確 過去兩三個月 都是他預計我那天來AIM 我就真的那天來AIM 當你記錄得多的時候 他就會熟悉你的生理週期 他就會有一個表告訴你 大概兩天之後就會來Period 多了心裡一些預算 我會覺得這些APP 令你自己了解身體多了 同時如果身體響起一些警號 你也會預先察覺到 接下來就想分享一個APP 真的令我身心健康了 這個APP就叫做Headspace 上年應該有一段影片 也有分享過為什麼我會用這個APP 就長話短說 話說之前就剛剛疫情 以及剛剛做Youtuber 其實都真的很多無形的焦慮和壓力 不懂得怎樣抒發 那時候有一段時間 真的不開心 經常都發惡夢 那時候就是 就是用這個冥想的APP 令我個人感覺舒暢 那你可能會覺得 冥想這些不關我的事 我覺得大家真的有一點 看少了冥想可以發揮的功效 那我怎樣看這件事呢 很多想法 不斷在想今天明天後日發生的事情 那些冥想的練習 可以將你的意識 由很遠帶回到當下 令到你真的了解多些自己 學習 怎樣跟自己獨處 相處 我覺得冥想 不是真的幫你解決到一些問題 生活上遇到什麼困難 不會突然迎刃而解 它會令到你明白到 究竟要怎樣跟這些 生活上的困難和焦慮做好朋友 令到你會覺得 人生都不是那麼困難而已 這個APP真的超級適合香港人用 香港人有很多事情做 我吃飯都沒有時間 我怎會特意去上課做冥想 這個APP真的每天 你只是臨睡前抽10分鐘 我平時都是晚上臨睡前 就關燈了 開著老師的聲音 放在耳朵旁邊 一起做 有時候Dang跟我一起做 他都會做到中途睡著了 是因為真的很舒暢 你跟著他的指示 他告訴你怎樣呼吸 怎樣感受 你就跟著做 你慢慢會感覺到 那個呼吸真的會長一點 深一點 這個深好像沒有那麼沉重 沒有東西壓著你 會舒暢一點的 這個呼吸 通常我自己會選擇 Managing Anxiety的那個部分 它有三個level 其實我已經完成了 我隨便按一個給大家聽 歡迎回來 今天是三天 昨天我提到 這三個不同的方法 通常人們的心情 相關於心情 他不少會教一些小技巧 然後那幾堂 就會不斷重複練習的小技巧 是真的學到東西 而且是真的慢慢來 很容易入口 而且有些人很喜歡 聽一些很治癒的聲音 例如滴水聲 海浪聲 下雨聲 他都有這些選項 我覺得也有趣 他會一邊帶著你冥想 背景就是一些很治癒的背景聲 所以我真的非常推薦給一些 平時工作很大壓力的香港人 因為這個app真的幫了我很多 沒錯 以上就是一些我覺得非常有用 和日常生活中幫助我的app 如果你有用過以上提及的app 歡迎在下面留言和我討論一下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